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CubeCon Cloud NativeCon 2021中国峰会 我是王泽峰,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CNCF Runtime TAG 开源的工作负载生态 那首先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话是从2012年加入的华为 2013年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容器技术相关的产品的研发工作 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 接触到了Kubernetes的上游社区 开始在Kubernetes的社区去做非常多的一些技术的贡献 也有幸能够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的Kubernetes的Maintainer 那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的话 其实我更多的是在主导Kubernetes社区 多个高级调度相关的特性 以及多个子项目的设计和研发的工作 那从2018年开始的话 我会更多的精力花在拓展Kubernetes 以及它的周边的整个生态系统上面 那么在2018年我发起了QVH这么一个项目 它是主要是借助于云延伸去推动边缘计算的发展 那么它是CNCF当时第一个面向于边缘计算的项目 也是目前在CNCF唯一的一个孵化级的边缘计算的项目 那2019年的话我参与联合发起了Vocano这个项目 它是一个云延伸的平量计算的平台 那么目前也是从去年加入了CNCF 目前是正在申请这个CNCF的孵化的这个流程当中 那今年的话其实早些时候 我作为发起人去推动了Kamada项目的整个的这个开源的这个发布 那么其实在今年的9月份 Kamada也被捐赠到了CNCF正式的成为了Sandbox项目的一员 当前的话除了这些技术上的研发之外 我还在华为云负责云原生整个开源生态相关的工作 那么在社区里面 我是CNCF的官方的大使之一 会去和其他的大使去联合推动云原生 在特别是中国以及全球开源社区的落地和推广 OK 那么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Long Time这个TAG 说到TAG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它是从以前的这个SIG改名而来 那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改名呢 其实我们知道在Kubernetes的社区中 是有SIG这个概念的 那么有一些用户或者说这个contributor 他可能就不太了解CNCF的SIG和这个Kubernetes的SIG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其实他们是从属于两个这个不同层级的一个工作的这种group的设置 那么所以经过讨论的大家就把CNCF的这一层的TOC的下级组织改名成了TAG 叫Technical Advisory Group 所以它会更贴近于它现在的整个的职责属性 那么Rong Time TAG的话 其实它的重点的目标是在帮助更多的工作负载 更多类型的工作负载更好的运行在云原生的平台上 那么包括像CNCF或者说云原生的整个技术站 最早的这个重点这个支持的这些通用的 像微服务类型的这些工作负载 以及一些目前正在比较热门的向云原生迁移的计算密集型的负载 数据密集型的负载 也包括一些对于延迟 对于这个资源消耗有极致要求的这些负载 在这些负载 向云原生的整个平台迁移的过程中 那么如何的帮助他们更好的运行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像这种平台组件相关的这些接口层 其实都是Rong Time这个TAG 其他所要去研究所要去探索 所要去发现的一些范围 那么再举具体一点的例子来说 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像编排资源调度 自动伸缩 以及像一些比如说像故障迁移 像所涉及到的容器的运行时 杀核技术虚拟化等等都会是Rong Time这个TAG 它的一个范畴 那么还有的话像一些新型的这些领域或者说方向的应用 比如说这两年特别火的边缘计算 比如说像AI大数据如何能够在云原生的平台上去运行 那么这些偏向于领域化的偏向于场景化的这些这种落地的这些方向 也是Rong Time这个TAG 它要去重点去Cover的一个方向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在整个的资源的视角来看的Rong Time这个TAG 它会侧重在算力相关的这些资源上 比如说像同用计算的GPU 同用计算的CPU 那么像这些 这个一些浮点计算的GPU 以及像这个TPU 包括像FPGA等等 这些样的这个设备 那么如何更好的去支持云原生的这些平台 去运行多种多样的这个负载 那么也是Rong Time这个TAG 它要去重点Cover的方向 那么实际上在日常的工作中 TAG这一层的这个设置 主要是帮助CNCF的这个TOC 能够做非常多的外延的项目的一些这个联络沟通 以及项目或者说一些技术方向的调研 那么实际上 TOC也会有这个对应的liason 或者说就是联络人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来更好的更紧密的与TAG的这些日常的工作 做这个协同 那么像Rong Time TAG的话 它的TOC的联络人主要有三位 是分别是Alina Ricardo Rocca和Dims 那么目前Rong Time TAG自身的 主要的关键的角色是 有三位Chair和一位Tag Lead 那么实际上社区里面也 期待着会有更多的Tag Lead 以及Chair的人选 那么如果你有相关的这个领域的背景 并且你也有时间和兴趣 那么也欢迎到社区来参与讨论 那Rong Time TAG它的日常的工作的话 主要是通过这个社区的例会 以及邮件列表和Slack进行 那么社区例会的话 其实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二 它的太平洋时间的上午8点 实际上在国内的话 应该是 不对是周四 周四的这个太平洋时间的上午8点 那么实际上在国内的话 它是这个 国内的周四的这个夜里 12点 或者是这个如果是北美是夏令时的话 它是差不多11点 这么一个时间 应该说相对来说 比其他的一些 北美的一些会议时间来说 对国内还是比较友好的 那么一些夜猫子的同学还是可以去参与一下 对啊 那么其实在Rong Time TAG 刚才介绍了一些技术方向上的工作 那么其实它在日常的工作的类型上面 主要分三类 第一类是outreach 也就是说外部的一些这个联络 或者说这个一些河通 那么其实因为Rong Time TAG 本身它承担了很多前沿的这个 原生的这个技术的方向 所以它需要不断的去发现 并且去联络那些新的 特别是令人兴奋的一些开源项目 来帮助提升整个的 生态系统中的这个开源的贡献 也包括那些项目的贡献 那么其实同时的话 对于已经要加入到CNCF 或者说已经加入CNCF的这些项目的话 Rong Time TAG会去帮助他们 一是比如说在申请的这些项目 找到合适的这个贴纪 找到合适的对应的方向 那么同时的话 引导他们这个去进入对应的 这个项目的晋级 或者说毕业的这个流程 同时的话 与其他的这个TAG的成员 做一些这个频繁的技术的互动 那么这可以更好的服务到一些 跨TAG或者说跨领域的一些项目 在CNCF中的一些成长 那另外的话 其实Rong Time TAG还承担着 教育相关的工作 那么目的是为了能够 与更多的这些社区的用户 和一个更大范围上的社区 去做好协作 分享一些有价值的这些idea 那从这个技术方向 或者说从范围上来看 其实Rong Time TAG当前 它覆盖到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通用了这个负载 工作负载的编排 比如说像之前 我们已经熟悉的CMNLIS 那么还有像目前的这个Mekano 其实也在朝着像这个 通用化的这个工作负载的 编排调度的方向去发展 也包括像今年刚进入CNCF的 Kamada这个项目 它会侧重于在多极群 多云的这个方向上 如何让这些工作负载 能够更好的去 在整个资源池中运行 那么其实像Rong Time Virtual Machine 这些方向实际上 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Container D 但现在已经毕业了 非常的成熟 那么还有Cryo这些项目 以及像这两年比较火的 这个WebAssembly这些方向 那么还有像相关的 镜像分发的平台 比如说Harvard QA这些项目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之一 那么再往底层一点 其实是比如说像一些 有的这个我们说的定向优化 或者是专用的一些这个操作系统 比如说像Flat Car 像这个Telos 这些方向其实也是Rong Time 这个Tag它的一个 Search Cover的技术范围之一 那么当然刚才也介绍到 面向于这些 领域化的一些行业化的一些 技术方向 比如说像AI 像编计算 像这个结合机器学习的 这个 运维等等 其实Rong Time这个Tag也会去看 那么 其实在整个的 Tag的这层的下 设置之外呢 其实CNCF还 有这个Working Group的设置 那么Working Group 它相对来说 比Tag来说是一个更短周期的一个设计 那么另外的话 其实Working Group它是一定是程度上更聚焦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上 那Rong Time Tag下面目前主要有的这个Working Group是Container 的Device它侧重于在如何更好的去集成 这些算力相关的硬件设备 比如说像包括GPU之外的像FPGA等等的算力设备的这些支持 那么这边是一些 CNCF中 属于这个Rong Time Tag 范围相关的一些项目的列表 那么其实 我们知道 这个Communities 包括很多地 这是属于已经是 整个云元生的技术站中最核心的项目 那么还有像这个 比如说Harbor 它是其实应该在中国是第一个能够真正完成CNCF毕业的 培养项目 那么还有的话 其实像这两年特别火热的边缘计算的方向 除了QBH 它是比较早的就进入了CNCF 并且进入了孵化之外 今年还有非常多的新的这个边缘计算相关的项目 也进入了CNCF 那么其实都属于Rong Time Tag的范围 包括像K3S 包括像ACRE等等 那还有的话 其实另一个跟这个边缘计算 有一些相关性的 实际上是在WebAssembly 那么其实像KRustlet 它会侧重于去从节点组件到这个整个的应用 这个端到端去提供一个更高度集成的一个WebAssembly的实现方案的一个方向去做探索 那么Warsham Edge其实它是一个WebAssembly的虚拟机 那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以往在创建去部署Componitis的集群 主要是在这个有基础设施的平台上 或者甚至是在云平台上 那么你有一层的这个S的API可以调用 其实应该说非常的简单 而许多的一些追求极致的性能的 或者说追求利用率的一些用户呢 其实它更希望能够直接的 把Componitis把容器运行在物理机的集群上 那么Metal 3和这个Thinkerbell 其实都是在朝着这些方向去做探索 那么他们尝试借助Componitis的能力 以及一部分的这个基本组件的实现 来简化物理机集群 它的整个的安装和部署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些 部分项目的一些新的一些进展 那么KIDA这个项目的话 其实它是 Componitis的 面向Componitis的一个 事件驱动的一个autoscaler的实现 那么它其实应该说是 对于Componitis 它社区原有的horizontal potautoscaler的一个 整个能力上的一个补充 那么它会特别关注在 像为Workload的提供 来联合整个的事件性的这个框架 那么它其实也可以被事件去驱动 去处罚这个扩容和缩容 那么KIDA这个项目的话 目前在这个业界也有比较多的 这个使用和落地 所以它其实今年的9月份 就进入到了CNCF的孵化级 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孵化项目 OK那么KAMADA其实刚才也提到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项目 它是面向于提供多云 多基群场地下的容器的编排和调度 那么它相比于这个以往的Kubernetes Federation 它有着更大的一个项目的氛围 而且特别会聚焦在提供Kubernetes 原生的API的支持 以及这个开箱集用的整个端到端的 这个技术站的这么一个实现 跟Federation提供一组的Building Blocks 的这种idea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那另外的话 其实Kubernetes去明确地提出了 多基群的Scheduler 其实它会借助这个来提供 非常丰富的多基群的这些 资源分配 应用调度的这些策略的集合 那么这个项目的话 其实是由包括华为和普发银行 等等很多的单位 最终用户的单位在内 联合发起了一个开源项 它现在已经是CNCF的Sandbox 那么在用户的生产环境中 也已经有比较大规模的落地和使用 OK 那么Volcano这个项目的话 其实是在2019年的中国的Kubernetes上面去发布的开源 那么在去年的4月份 正式地进入了CNCF成为Sandbox项目 那到今年的Kubernetes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社区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 它们现在面向于AI 大数据以及包括像HPC等等的这些业界主流的框架 都有一个非常深度的集成和支持 像TensorFlow PyTorch 国内的飞奖 像大数据方向的Spark Flink等等 也包括像OpenMPI 都有很深入的这个集成和支持 那么Volcano其实它是一个 侧重于在Workload层的抽象的一个作业管理和这个资源调度的这么一个引擎 那么同时的话它在算力的方面会对这个 异钩的硬件 包括像GPU 这个TPU等等 都有一个很深度的集成和支持 那么今年的话 其实Volcano也在非常多的用户的生产 新的一些用户生产落地中 得到了规模化的应用 所以它现在其实是在申请复化的这个流程中 OK 那么QMagy的话 其实是刚才也介绍到 它是侧重于将云原生的技术 带到必然计算的这个方向 去推动整个行业领域的 基于开源的 标准化的这个软件的创新 那么其实除了社区本身它飞速的发展之外 那么其实它在整个的行业的落地上面 也有了很多新的一些方向 那么像去年的话 QMagy重点在一些智慧交通 智慧园区 能源 这些领域 有了一比较好的落地 那么今年的话 其实在CDN 有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这个生产化的落地 那除此之外 其实QMagy之前的那些落地案例 都是属于Fixed Location 固定位置的这个边缘计算 那么今年其实比较新的是 它在这种可移动位置的边缘计算中 有了非常大规模的案例 包括像上级集团的这个车云一体化的平台 也包括像这次Keynote KubeCon的Keynote 会分享的这个 如何帮助云延伸迈入太空 这样的案例 那么下面这个链接的话 是这次KubeCon 所有相关KubeH的议题的一个列表 那么大家可以去点开去看里面的一些分享 那么其实还会有相关于如何借助KubeH去加速 像机器人的研发 等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新的方向 OK 那么边缘计算 其实另外一个进入CNCF的项目的话 是ACRE 那么它其实侧重于在IoT的这个设备的介入 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并没有去做IoT设备的一个协议的转换 而是把它的精力主要放在了设备的动态的发现 和这个自动的分配和绑定上面 那么这个项目的话 目前也是CNCF的Sandbox 大家可以去做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还有的话 其实像WebAssembly作为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方向 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像WaterMage 其实之前叫SSVM 那么它是一个WebAssembly的虚拟机 那么目前在一些用户的场景中也有 已经有这个生产落地的应用 比如说作为这个James Stack Web Application的后端来应用到这个Service的场景 比如说对一些图片加水印这样的处理 那么你需要一个非常快速的启动和销毁的时间 并且需要有一个非常轻量的一个本身底层的资源消耗 那么另外的话像比如说在飞书 他们有这个和IoT的这个消息的应用的这个使用的场景 OK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前面的项目的话就介绍这么一些 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Tab Runtime 它设计的技术方向是非常多的 那其实社区也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Working Group 被成立 那么当前这个COD Pontainer Oxrated Device Working Group呢 它其实重点侧重在这个底层的这些硬件加速器的集成 特别是像FPGA这种需要提前的烧血物 或者事后的擦除 我们叫做有状态的硬件加速器的这种支持 那么是当前这个COD Working Group 重点去研究和探索的方向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分享就只能介绍到这么多 那么Runtime TAG的话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交流 每天每周都在发生 那么你可以到这个社区的Meeting Notes里面 去看到以往已经做过的一些技术的分享和讨论的一些idea 那么也包括可以查到 目前已经在预约中的一些技术分享和项目的介绍 那么欢迎加入CNCF Slack Runtime TAG这个channel 来和大家一起做更多的更深入的讨论 好的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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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